今天要教大家做的东西呢 只能说真的是太梦幻了吧 而且呢 还有一点节庆的感觉耶 好 我们教大家做的就是 非常漂亮又很精致的 我们的花花吊饰 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呢 其实有一个一个一个的花 还有这些像玉裂的东西 像叶子的东西 它其实通通都是 蒸花蒸叶下去做的耶 然后呢 把它全部铺成一圈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们欢迎到我们今天 学座的老师丽颖老师 要带我们动手做 大家好 我是丽颖老师 老师 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材料 一定就是干燥的花 跟干燥的叶子 对不对 对 今天要来教大家 怎么用这种立体的干燥花 来做花圈 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些花 都很特别 尤其是这个腐蚀叶 你看 它都像网子一样 它其实是用叶子 下去做成的腐蚀叶 留下叶脉而已 老师今天准备了 三个颜色的腐蚀叶 然后还有这个 人家俗称一鸦灰的千日红 老师准备了两个颜色 再来就是这个小菊花 黄色跟白色的 还有这个爱丽加 还有最上面这个蝴蝶结 然后最重要的这些花 要组合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木头的花圈上面 老师要用热绒枪 把它粘上去 如果家里面没有热绒枪的话 用相片胶或者是白胶也可以 只是时间要久一点 小朋友要有耐心 好 首先我们就准备一个 木头的花圈 然后把我们的腐蚀叶 先用热绒枪把它绕在周围 因为我们的腐蚀叶是平面的 所以记得我们要让它做成立体 首先要把它稍微卷起来 有没有 捏成这样子 有点像一个小耳朵一样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热绒枪的部分 就是点在这个中心点的地方 原本以为说花材应该很容易破碎 就是你碰它一下 它可能就碎掉 因为很干燥 但我发现老师手上这个叶子 可以塑形 你还可以把它捏起来 因为要做腐蚀叶的叶子 不行太软 不然的话你做成腐蚀叶的时候 它的叶脉全部都烂掉了 所以我们会常做成腐蚀叶的材料 通常都是芋兰花叶 或者是菩提叶 像老师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榕树的叶子 所以它都比较硬一点点 而且你看看 我们用热绒枪把它黏上去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有立体立起来的感觉 小心 如果有滴下的话要记得 不要去碰它 因为它很烫 把它放旁边 用捏子帮忙夹上去 黏上去 它很快就干了 但是你不要用手去碰 它还是会去烫到 所以其实这种腐蚀的温度是有的 小朋友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被烫伤了 对 然后你看 我们做起来就是这样卷卷的 有没有 老师把三个都把它卷起来 好 然后再继续 把叶子都给它挫开来颜色 绕成一圈 所以像老师是 其实是本身就是也是花财方面的专家 所以他能够做干燥花 一般可能家里小朋友 没有那个耐心去做的话 其实老师市面上 像花店在卖类似的假花 或者是像已经做好的干燥花 可以直接用 当然 当然 如果现在如果你手头上 没有这些干燥花的话 以季节来信来讲 你在地上捡到的一些果实 干燥的叶子都可以用 只是它时间可能没有办法保存了很久 所以一段时间的话 你可能就要换掉了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腐蚀叶 错开颜色来一个一个黏上去 首先一样夹起来 用手夹起来之后 粘胶在这上面 放上去 稍微按压一下 小心哦 手不要去碰到热溶胶 会烫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颜色也是特别把它交错摆放 我想问老师 原本它的颜色就是像这样子 用粉用绿的吗 还是说我们有特别是上了一些染剂 让它变色的呢 它刚开始煮完之后 这个腐蚀叶它其实是有点黄黄的 所以如果你要上颜色的话 第一个要先把它漂白 变成白色之后 你再上染剂 它就会变成这种粉红色 或者是这种绿色的颜色 不然它原先都是一种脏脏黄黄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先把它漂白过后 你没想像个人是这样 五彩冰粉的颜色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那我们老师今天准备就是粉色绿色 还有米白色 这个其实在以前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 有些人是在山上的那个水沟里面啊 看到这种已经被脏水腐蚀过的叶子 后来才有人把它做成这种很漂亮的腐蚀叶来装饰 而且老师刚才有强调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自己去漂啊 或者是染色的话呢 有个重点呢 就是你必须要找叶子比较厚实一点的 或者就比较硬一点的叶子去做 因为它这个是用化学颜料下去煮过 所以你如果太软的叶子的话 它煮完之后叶脉就已经散掉 就完全没有看到这个叶脉的感觉 像网子一样纱窗一样的感觉 如果大家仔细看啊 真的所有的叶脉的脉络的纹路呢 都是还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叶子的选择上面呢 也是要特别是选一些叶子比较硬啊 或者是说呢 可能是比较哇 结实一点的叶子 这样去漂啊 化学作用过之后呢 才会维持叶子像这样子 脉络那么清楚的感觉 要小心还是会有一些拉丝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这样挫开来 全部绕在这个大概一公分左右的地方 然后绕一大圈之后 才可以贴我们的竹花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准备了一个新的 我老师已经把它绕一圈的半成品给大家看 老师也有先做一个半成品 有没有 就像这样绕一圈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腐蚀叶铺底 再来才可以摆上我们的真的那个干燥花 这就像需要我们的 真的是花花草草做成的补梦网的感觉一样 对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花材都是立体的 都是翘翘的 然后如果花材不是很小的话 像这个比较大朵 老师都会用手拿 直接把它粘上去 不要用镊子去夹 因为它很容易破掉 因为这都是真的花材 所以可能力道拿捏不对的时候 它就会整个散开 所以老师其实比较建议 你是用手指去捏它 用镊子的话 可能你力道不对 就会把它的花瓣扯下来 对 我们这样花材的话 就是分开 错开来放 千万不要太整齐 所以老师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很规整去排列它嘛 对 对 对 这个部分倒是小朋友都可以帮忙的 然后再来放上白色的 也是一样把它错开来 因为热熔腔的粘度很够 所以你放下去 它就粘住了 你都不用去压它 哇 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呢 把我们刚才讲到的小菊花啊 然后统统都是不规则的 这样子随机的拼凑 你就会发现呢 它出来的感觉呢 有一点点乱乱的 但是呢 又看起来比较自然 好 快要好了 而且我看老师今天准备了很多颜色的花材 要去拼凑它 对 纯粹放白色的话 看起来也不显色 所以我们通常会拿对比色来放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准备了 刚才老师讲到的 我们的粉红色的花材 就是为了要让它的颜色 怎么更加突出来一点点 好 来 我们这个小菊花已经放完了 你看 这样子其实很丰富了 尤其老师把这个木头打了这个绿色的底 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白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千日红黏上去 一样就放在白色菊花的周围 我们接下来呢 要开始做出一些色调上面的区隔 所以你看老师拿出了千日红呢 看起来呢 哇 实际团间提亮了许多 我要介绍一下千日红 在市面上如果你买到鲜花是千日红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倒掉在窗户旁边 它就干了 其实都不用什么去制作啊 泡药水啊 或者是压制都不用 所以其实我们在市面上面买到的 新鲜的千日红 拿回家放到窗边 它就会自己入晒之后呢 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加上一朵 然后呢 颜色看起来 其实也是蛮饱和的 对 而且它有个好处是 它干了之后时间久了 它颜色还是蛮维持这种鲜红色的 所以干燥花的制作 很多人还是会利用到这个千日红 而且市面上啊 它又便宜又好找 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算我们是用干燥花 已经经过处理过的后 这样的花花草草去点缀它 可是最后我们是需要上保护膜的嘛 因为如果像这样 不小心碰到会不会就掉下来 或者是说会不会到时候花材呢 都会碎光光 老师今天准备的花材是比较耐的 如果你准备的花草 譬如说是小玫瑰花之类的 花瓣比较大片 比较容易掉的 我会建议你可以用那个 法力箱 就是人家在喷头发 有没有定型的 你稍微给它喷一下 它的效果也不错 维持会比较久一点 如果大家担心说花材放久了 可能还是会 突然间可能散开啊 等等的 你可以像老师说的拿出我们的定型液 稍微把它喷一圈 对 它能维持的效果会久一点 OK 好 你看哦 其实这样子 动作很快的 它其实已经快要完成了 有没有发现 哇哦 基本上花已经很满了 但是老师啊 为了要让它增加一点线条 我又准备了艾力加 因为艾力加是比较细碎的 你看 它一整根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小剪刀 把它剪成一小截一小截 穿插在这个大花的中间 所以你看老师非常地细心 他今天来准备的小剪刀 小剪刀呢 就是要把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剪出来像满天星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穿插的 放在我们的花材中间 而且它本身其实就有一点颜色了 对 如果你要做成干燥花的话 记得你一定要选择那种 干燥之后颜色也不会全部退光的 不然的话 它很容易颜色就变成白色的了 所以我们再选择花材 如果你想要自己动手 做这干燥花的话呢 没关系 老师说你就尽量选择颜色呢 可以保有比较久一点点的花材 这样子你看看呢 包括我们的千日红嘛 也是 还是维持粉红色粉红色的感觉 就不会褪色 你看一样 粘在这上面 然后我就把它插进来 而且老师这个步骤特别拿出镊子了 对不对 不用手了 对 因为它比较易碎 所以老师又拿镊子夹着它 然后你又看 我其实都把这个热熔腔的胶 粘在花上面 我没有直接点在这个木头上 因为它会拉丝 所以你如果点在上面的话 很容易把你上面粘好的花又给拉起来了 所以你看看呢 光是我们在摆上花材的时候呢 也是特别需要小心的 特别是呢 如果说你看会有坎西嘛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呢 如果你的坎西没有处理好的话呢 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花材 等一下如果旁边有拉丝的部分呢 你不要用手去硬扯它 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剪断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半成品上面呢 好像有一点坎西 老师也说没关系 因为我们之后呢 其实会把它剪掉 所以呢是没有影响的 对 你就这样绕一下 把这个丝给拿掉 哇 其实我们好像在画画的感觉一样 你看我们拿出了不一样的花材 然后拼拼凑凑 包括我们边边的叶子 也是自己去制作的 然后呢 还有加上老师现在 所有所有的步骤看起来呢 让我们整个吊饰呢 都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梦幻 哇 特别是这时候呢 小朋友就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你也可以摆得很整齐 但是你也可以摆得很凌乱 就是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吊饰 好 我看老师现在还在不断地补墙 OK 差不多了 特别在这边边的地方 好 来 看 来 我们主要的这个花圈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 哇 好漂亮喔 好 然后上面我们还有一个蝴蝶结的底 所以老师准备了一个缎带 你看 缎带的话 老师已经先把它黏成这种的 有点像波浪型的 这个时候也是用热熔枪 或者是相片胶 白胶都可以 直接把它黏在这个顶部 有没有 挂钩的这个 月亮型的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老师会把它直接挤在这上面 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 缎带比较硬 老师怕它掉下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压一下 这时候我们稍微再加一个缎带 在顶端这一边 好 那最上面的地方 老师准备了这个麦杆菊 它也是干燥花的一种 它可以维持很久 然后又大朵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直接 后面的也很漂亮 但是老师要用正面的 好 一样 我们现在拿出的也是蒸花 我们的麦杆菊 然后你看看老师稍微 也是沾上一点这种墙群 后要把它黏在我们 蝴蝶结的正中间 好 然后把它压一下 因为它比较大朵 所以我们要有点时间它黏紧 免得时间久了之后 它还会掉下来 这时候我们也稍微要按压个几秒 让它真的是完完全全固定 在我们的蝴蝶结上面 好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过 完成的时候你会发觉 上面有很多丝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们就用剪刀 拿出我们的剪刀 把丝给剪断 这时候大家也不要刻意 去用手去拉它 就怕说一拉可能花材 就跟着掉下来 所以你看老师拿出了剪刀 用修剪的方式 把你看看那些透明的 看稀的地方 一一把它剪掉 剪断之后再来拉 才不会把花给都给拉掉了 这时候其实就是最后的修为工作 就是让看起来整个花材 不会好像好多坎西在上面 乱七八糟的 对 因为如果你用相片胶 或者是用白胶的话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热熔腔它有拉丝的问题 但是它会干得很快 以时间上来讲的话 是会比较省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会选择这种枪 就是因为它你的花材 可以说是很快速就马上的干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特别选择这种枪 对 那我就可以把它 轻易地把它拉掉了 好 我们就把它上面的亮亮的 我们对着这个灯光亮亮的地方 就把它全部都给撕起来 这边也是有点花时间 你看看老师是一点一点 一根一根的在把它拔起来的 特别还是要小心的啦 因为有时候可能 会不小心拔到花材嘛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有点耐心 好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了 好 我们今天的非常漂亮的 其实特别特别要强调是 我们是用蒸花下去 一个一个自己摆好的 我们今天还要问林老师说 我们在做这个非常漂亮的吊式 我们有特别有哪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吗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底部先铺好 有的人会先把这上面的花 粘好之后 再把这旁边的叶子插进去 这样有个坏处是你的花很容易破掉 对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底部都先铺了 有没有 当作底之后 再把这个正面的花一个一个黏上去 这样子的话 正面的花才会完成它的那个饱和度 而且老师有讲了 如果你还是担心说 我们只是单纯去拿蒸花去铺它 可能时间久了它可能就掉下来 或者去破碎 其实还是有办法可以挽救的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再增加它的花才 其实这个干燥花有个好处就是 它坏掉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新的花给黏上去 把旧的把它拔掉就好了 这样都还可以完整它的那个完整度 一个花圈的样子 哇 你看这漂亮的花圈呢 这个吊式不管是放在哪里 都非常的疗愈 那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辅食叶 因为大家对很好奇 这个辅食叶是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这个辅食叶的话 在山上的话都可以在路边 或者是那种比较潮湿的地方会找到 可是问题它是烂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么漂亮的话 就要去到一些化学颜料 所以你可以到化工厂去买那个氢氧化钠 不过它有辅食的效果 所以要小心 不要用到煮的锅子 就是你不要用的锅子 才可以拿来煮这个叶子 因为那个锅子煮过这个的话 就不能再用吃的东西了 然后你可以挑一些比较硬的叶子 你只要摸起来 那叶子很厚 很硬 你就可以把它拔下来 试着煮煮看 一小匙大概五克就可以了 就可以煮一锅 一锅大概2000细细的水 煮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把它锅盖闷着 闷大概一个小时 煮一个小时 闷一个小时之后 再把它捞起来 记得一定要戴手套 这个会伤手 所以一定要戴手套 放在水龙头下去 然后放在那个水龙头下面的水 用那个牙刷慢慢慢慢地 把这个叶脉肉都给刷掉之后 你就会呈现出这种 像网状纱窗一样的效果 那有的人是说 那我刷完之后 怎么没有那么漂亮的颜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漂白 这个时候都不要弄干 就把它捞起来 放在漂白水里面 你就发觉它的颜色变得很白 非常的白 但是不能泡太久 因为漂白水也是会腐蚀的 所以再捞起来 我们用布把它压干之后 用电玉斗烫一下 记得电玉斗上面一定要铺一层布 千万不能直接烫 铺完布烫完之后 你就发觉 这个就像这个白色的部分这样子 非常的白 如果你们家有彩色笔 水彩 你可以把它调一调颜色之后 直接涂在这个白色上面 甚至于你还可以涂渐层的颜色 它就会变成这么漂亮 粉红色绿色的叶子了 但因为这是用真的花材下去做的 所以老师在保存上面 是不是也要特别小心 基本上这种叶子通常很硬 所以不需要特别保存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花材的话 尽量不要放在外面去晒太阳 因为它颜色会慢慢地退掉 所以尽量放在室内会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这真的是下去用这真花真草 去雕饰它或者是装饰它的 所以请大家 千万是最好是让它保持它的原貌 不要破坏到它的美感 这个漂亮的雕饰 其实不管是你要摆在家里 或者是要拿去送给别人 又是可以的 中间这中间的洞洞这边 还可以再装一张成家福 然后是不是特别的疗愈呢 我们要谢谢今天令一老师 动手叫我们做那么漂亮的花圈吊石 谢谢老师 谢谢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 自己试着做做看 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 多多快乐学生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